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经典致敬人登场 大家好 我是经典致敬人陈依妙 我今天要致敬的曲目是赛马 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到赛马我们可能会要提到一个特别的乐器 就是二胡 二胡据我了解 它已经在中国传承已经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二胡它就是阴阳两根弦 非常有意思 这么简单的一个乐器 但是它能够表达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场景 和一个各种故事 音乐故事都可以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我觉得它的表现力不亚于一个交响乐队 它是我们风华国乐的真正代表乐器之一 而且现在其实很流行中国风的音乐 中国风的音乐当中可能很多都是以二胡 作为很重要的一个乐器作为配器的 这个作品在二胡界应该说是属于名曲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迂回环耀 它的主题从弱到强的上行魔镜 就把这个赛马的场景全部表现出来了 它还有一个就是 你像那个 像不像那个抖尖的那种感觉 它就是有舞蹈性 很有韵律的 有舞蹈性 其实二胡给我的感觉是 它的音色会很悲凉 就是它会有一些孤独感在里头 而经典作品赛马却让我们看到了 它有那样蓬勃的朝气和力量 所以今天不知道陈一妙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演绎这样一个经典作品 来 我们掌声欢迎陈一妙 大家好 我叫陈一妙 我出生在一个二胡世家 从我的曾爷爷开始 我们家拉二胡已经拉了有一百多年了 可能很多人一听见二胡 就会联想到一个字 悲 那可能是在我曾爷爷他们那个年代 一曲二拳一乐已经深入人心了 而我的爷爷带着二胡上过战场 所以他的情声中就带有着风火硝烟 战马奔腾 我爸爸生活的年代呢 正值改革开放 是一个与世界融合 中西合并的年代 但是在我看来 二胡其实是丰富多彩的 它可以演奏一些二次元音乐 它甚至可以演奏一些世界名曲 比如说野风飞舞 二胡其实可以表现很多 但是在我心里一直有一首作品 是任何曲目都无法比拟的 那就是赛马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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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看着他一路走过来的 对 我跟他爸爸 陈军 我们是好朋友 那么曾经呢 我们也都是在部队的文艺团体 那么爷爷就更不用说了 爷爷陈老师 他是我们军中非常著名的 二胡的演奏家 是我们艺术的老前辈 有过合作吗 没有 合作没有 今天这个 这个文化倒是一个好的创意 好 喵喵 我们以后可以合作一下 老跟你爸合作也没什么意思 你可以跟我合作一下 有没有一些乐曲是妙妙会弹奏 然后吕薇姐会能唱的 有没有 茉莉花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妙妙和她的 吕薇阿姨 一起来 即兴合作 茉莉花 贝奇 好一朵美丰美丽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本望美丽的茉莉花 本望美丽的茉莉花 来我们掌声欢迎陈老师 陈老师您先来说一说 刚才吕薇和妙妙配合的这段怎么样 相当不错 相当不错 这还带着香音的 因为这个妙妙 她这个球子也不都很熟 在你的带领下 拉得非常好 为你点赞 爷爷好时尚啊 还为你点赞 其实说到陈耀星老师 陈老师也是创作了很多的二胡乐曲 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战马奔腾》 也是真的是去到了战场 采风回来 有了这样的灵感去创作的 也让我们看到了 二胡这门乐器的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今天是来致敬经典作品《赛马》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都有 赛马不同的表达 那在我们新时代 对于赛马这个经典作品 会有什么样的创新的表达 陈老师 您愿不愿意和妙妙一块 来一个新赛马的展示 怎么样 好呀 咱们来一下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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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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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 好不好 觉得刚才 其实可以感受得到 任何一项记忆的诞生 它的练习 都真的是要花费 很多的辛苦 但是我们特别感动的是 今天我们看到了 像一庙这样的年轻人 包括在您上场之前 还有很多大学生朋友 我觉得不知道看到他们 您的感受是什么 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 本身这个塞马这首作品是精品 要有农民的泥土的芬芳 要有工厂的气息 要有我们军人的汗水 要有这样的织地气的作品 广大 在听众朋友肯定是很喜欢的 谢谢 任重而道远 妙妙继续努力 不过好在你不是孤军奋战 还有很多和你一样 喜欢二胡的朋友 我们也希望这些年轻人 可以继续努力 在我们的舞台上 绽放二胡这门乐器的光彩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陈老师和妙妙一块 咱们将经典作品 《赛马》收入回声曲库 好 要向黄海怀先生学习 要有农民的泥土芬芳 要有工厂的气息 要有我们军人的汗水 来 有请 一把二胡让中国经典流传世界 一曲赛马不仅开辟了一个时代 更加成为每一位二胡演奏者心中 永恒的灯塔 那你的投稿 没好 hop 酒